但是心思缜密的幽玛 为了防止丈夫的孤诸一致 也把可置丈夫于死地的神秘幽盘 交给她的学姐 她向学姐坦诚了自己伪装的身份 请求她把幽盘交给简方 神秘幽盘里不仅记录着丈夫逃税漏税的证据 还有李安娜的真正死因 以及她的前妻灵秀炎失足而亡的真相 每一条都足以让丈夫牢底坐穿 幽玛曾经非常羡慕李安娜的生活 千方百计变成安娜一样的人 可现在担惊受怕也让她身心俱疲 她已经厌倦了伪装 更不想虚伪的丈夫能竞选成功 从而让整个城市的人受累 这就是她这样做的理由 幽玛感受到了她此刻非常凶险 只要丈夫一竞选结束 她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 泄沫杀驴的事将随之而来 时隔多年后她再次来到医院 最后一次看望生病的母亲 母亲已经认不出她了 只记得女儿去了国外 母亲用手语诉说着对女儿的想念 还请求幽玛帮她给女儿写信 幽玛的心里泛起一阵阵心酸 正是投票前的集会上 这对各怀鬼胎的夫妻 再做了一次恩爱秀 丈夫大言不惭地说 非常感谢她的贤内主 而幽玛也虚伪地微笑配合 正是选举出来前 幽玛接到医院的求助电话 母亲已经生命垂危 在她弥留之际最想见女儿一面 幽玛心里五味杂沉 可这时丈夫却出人意料取得胜利 幽玛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 面无表情地坐在那 直到满心喜悦的丈夫上前拥抱她 面对众人胜利的欢呼 她却感受不到一丝的兴奋 此刻她最想逃离 而另一边 学姐却打通了检察官的电话 要将重要的资料交给她 幽玛心思重重地随丈夫回到公寓 可她的心早已不属于这个家 随着丈夫的竞选成功 他们的表演也随之结束 夫妻从此分到扬镳各奔东西 幽玛借口想去看望病危的母亲 可是丈夫不会给她机会 她一边打电话联系精神科医院 一边将幽玛拉进电梯 第二天凌晨 他们又双双出现在机场 他们明面上是去旅游 实际上是丈夫禁逼幽玛的阴谋 飞机上 幽玛从电话中得知 母亲已在凌晨去世 幽玛瞬间伤心落泪 可丈夫却一脸的不屑 在通往加州的沙漠公路上 幽玛收到学姐的短信 她把所有的证据交给了检察官 却不知对方早被丈夫收买 她在那等了十四小时 却一直不放她出来 丈夫此时也说出 这次旅游的真正目的 她要把幽玛关在沙漠中的精神病院 让她此生就在这自生自灭 但幽玛并没有丝毫的恐慌 她在等待逃生的机会 突然马路上窜出一只小鹿 丈夫猛打方向盘响避开她 而幽玛却突然猛地拉住手刹 汽车瞬间不受控制 重重地撞上桥墩 车头损毁得惨不忍睹 过了许久 幽玛才艰难地从里面爬出 从车里拿回她的包和证件 而丈夫还卡在里面无法动态 她焦急地举着手机寻找信号 可是她等来的却是让人绝望的消息 他们精心筹划地举报计划完全失败 无奈之下学姐爬上窗台 准备以极端的方式将政客的罪行攻之于众 又每万念俱灰 无奈地点燃自己的包 无情地丢进车里 不顾里面的丈夫绝望地求救 她已经了无牵挂 只是她不知道她将去向何方 随即车子发生爆炸 燃起一团火球 她才痛苦地放声大哭 母亲曾经对她说过 她在梦里变成了一只小鹿 站在不远的地方 伤心地守护着女儿 而如今在幼美最危险的时候 是母亲真的变成小鹿 帮她摆脱丈夫的控制 无论女儿走在哪里 最终牵挂她的人总是母亲 第二天新任市长惨死的消息 瞬间在韩国引发轩然大波 所有的人热议市长的同时 也好奇又美地去向 她自从盗用李安娜的身份开始 却也同时被别人利用 她可以选择开始 却无法选择结果 她一直努力地向上爬 想甩开卑微的自己 去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 可天意难为 她爬进了火坑 在命运的裹挟之下 她只能被动地向前走 如今她只能在地球的另一段 继续以李安娜的名字 继续靠谎言苟且生死 从终点又回到七点 而这一路走来 充满了太多的艰险和感慨 故事到此结束